OdioJungle 日本首相安倍晋3于10日在首相官邸会见了2017环球小姐日本代表阿布陶子 因母亲是职业高尔夫球选手 阿布陶子跟安倍聊起了高尔夫球 在阿布陶子介绍完自己的最佳成绩后 安倍也将一直以来自称为国家机密的事情和排脱出 日本首相安倍晋3又和2017环球小姐日本代表阿布陶子 据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 2017环球小姐日本代表阿布陶子的母亲是职业高尔夫球选手阿布雅子 所以阿布陶子一直以来相称为一个职业高尔夫球手 在阿布陶子介绍完自己的最好成绩是68赶之后 安倍和阿布陶子开诚不公 将其今为止自称为国家机密 且不随意公开的自身最佳成绩 及其19赶说了出来 安倍也提及自己同当时访日的美国总统克朗普 打的那场高尔夫球 他表示 媒体竟报道一些不好的消息 我可是打了好几杆好球 为表敬意 阿布陶子的父亲阿布佑二 也一同出席了这次会见 阿布陶子夺冠一课 来源 日本时尚娱乐网站Model Press 阿布陶子先年23岁 于2017年春季大学毕业 从小学过高尔夫球 芭蕾 钢琴等 他将在之后代表日 本参加环球小姐的比赛 他的父亲是日本知名记者 演员阿布佑二 母亲是职业高尔夫球选手 阿布雅子 2017环球小姐日本选拔赛于去年2017年7月4日 在日本东京举行 来自千年县的阿布陶子夺的桂冠 阿布陶子在比赛结束后 谈到护将感受时说道 非常感谢各位 谢谢大家